11月29号,土星、月亮、金星、木星齐聚夜空,在地平线的西南上方一字排开,上演四星连珠的天文奇观。 中国新闻社记者也第一时间用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幕天文现象。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天文专家介绍,在11月29号至30号的每天下午5点30分左右,土星、月亮、金星、木星将会上演四星连珠大戏。 民众在能见度较好的区域,可以用肉眼观测到夜空中的美景。 所谓的四星连珠就是土星、月球、金星、木星,它们几乎排成一条直线。 大家观测的话可以选择西南方开阔的地方,在靠近地平线的附近去寻找这几颗星星的生意。 29号下午4点钟左右,记者来到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滨江风光带沙滩广场附近,尝试拍摄四星连珠天文奇观。 下午5点,天空中便依稀可见月球、金星、木星的身影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5点30分左右,天空中的土星也越来越清晰可见。 最终,这四个明亮的天体如宝石般镶嵌在蔚蓝色的天幕之上,成为天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线,静香闪耀,熠熠生辉。 不少民众也聚集在一起,拿着手机拍摄最佳镜头。 以前看这个天文奇观都是在电视还有手机上看,今天能够在现场看这个四星连珠,感觉特别的美妙,感觉很美嘛。 天文专家表示,四星连珠尽管罕见,但也只是一种正常天象,民众无需将它与吉凶俘获相关联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